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 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 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 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 可能我们两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微的事情 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 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 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 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 我才能够出手 对不对 不得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 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 就往前冲的 现在 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 已经过了八十年 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 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 而且没快 开始行动 这次战争只会作效一次 就让他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 但我会和你走的 余果奖 星云奖 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 安德的游戏有声书 现已在集合网 及集合APP独家上市 请您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一期 怎么说 集合的很特殊的一个短节目 短视频节目 我是42 大家好 我是猫牧师 猫牧来正好就很巧 我就突然想到 因为我们来 猫牧来录一期战锤的节目 然后正好赶上战锤的9版 开始了宣传 然后正好是这周 大家都在聊 9版Gameworkshop 怎么说呢 很少见 开窍 还要掏钱 正经拍了一个 拍一个CG 相当长的CG 三分多钟 三分26 相当于 这是相当于展示了9版的重点更新 也不能说重点 我觉得现在是展现了 就是战锤他想要让 不明所以的观众 也不能说 想让那些 就是说 对战锤了解一二 或者说 就是对战锤有关注的人 能去看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我 他放完这个片子之后 这一周 他官方以 New Warhammer 还是什么 就是新时代为主力 开始放新版的旗子 可以看到有些很大胆的设计 什么这些东西 但说实在的 好像据说还是根据 就是有人透露有关 就是有人露出有关 然后被迫 就开始放了 所以我们就想 就是我们随便聊一聊 可能这期也不是很pro 就是我们带大家再看看CG里讲了些什么 可能有些什么值得期待 或者怎么样 从我这一个十几年的老观众 老玩家的角度 聊到战锤 他有什么 是这种CG传达过来的变化 是的 首先我觉得 这个CG最重要一点是 他拍了一个 让不了解战锤 或者说让这种 大众更能去接受的片 他其实就像那种 游戏宣传片 游戏宣传片 找那个打的最热闹的 那种感觉 而且在这过程中 他把他关键想推的东西 他都给表现出 很突出 很突出 对 而且我是觉得 他前半部分是那种战斗 就三方的战斗 然后后面 他其实亮的也是 可能他久不晚要强推的新的单位 单位的势力 对 所以说还挺有意思 然后我们就大概开头说 他这个开头是这个星夜军 对 星夜军 IG 原来的IG 然后来自这个卡丁 一个 就样板造型 我就是说 对 一个 我从前面宣传画的那造型 对 就是IG的封面的这种人物 因为IG其实他有很多的 就是他的 应该叫他的部队 他可能不太适合叫军团 叫他部队 然后不同星区的这个部队 他风格不一样 我们之前有节目介绍 也讲了他这个调动和混编 对 然后他的部队打扮非常迥异 是的 作为他封面的 好吧 他现在封面是政委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作为他的一个标杆 以及他的这种官方主推的部队的造型和配置来说 这个卡丁是他的标配 是的 然后除了卡丁之外 有我们比较很多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克里格死亡团 就是特别像二战 穿着军大衣戴一风 得风 对 一二战得风 对 然后还有那个那种丛林兰博 是 然后还有那种这种长子团 就是穿着那种大大容貌 然后贵族军 贵族军 对 对 他不同的差别特别大 但是那些的怎么说呢 就是说虽然喜欢人多 但是可能随着版本的更迭 时间越过越久 不断的没有新的模型支持 他们也在慢慢被官方稍微的编划 而且他作为一个视觉宣传 他肯定要最标志性 对 而且最标志可能最 而且又不能特别亮眼 如果说 不能太独特 不然延展形容很低 对 因为他不想让 这三个人就是炮灰 就是让他们死的 官方肯定不想让观众对他们留下特别强的记忆 或者说对他们的印象应该是整体性的印象 不能是特别突出的 对 他们应该是一个最大众化 最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小逼的那种 就让大家一看知道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小逼 所以他找的卡迪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如果说这仨是三个那种Lambo 这种 然后或者说这三个是三个可以隔 那太突出了 观众会将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们身上 所以是不好的 而这里士兵脸还有一个女兵的脸 也很少见 我觉得以前我印象之后 我接触了IG可能介绍了以后 就是女兵会更多的就是继承 行传散民那个传统 像是飞行员或者什么 对 舰长 然后一般一线的上一个出现明确的这种形象 还是这个星际战士那个游戏里 这个女性 一般都是什么传政官这种 对 就是给你联络这种人 当然了 这个从 就是怎么说呢 调性转变 从专业角度上来说 我不得不说这其实是一种真正确 因为 他是为了后面的凶女做铺垫 如果这块是一男的 后面有一个凶女过来救这个男的 就会 有点鬼 有点在国外的 他们的话语模式里有点不太能接受 对 然后一般来说什么呀 国外的影视有一些这种特点 就是如果女的坏人 往往是被女性英雄打败 包括女性的人也 现在慢慢会 对 慢慢会变成这样 要不然他会有很多这种气都冷 出现了 不明其妙的争论 对 所以说 这个一个是说给一个女兵镜头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官方的态度 因为其实40k在过去一直是一个很男性化 强调男性直男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官方也在对这个女性在剧情中出现地位进行改变 而且其实还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卡帝安相当于这个居士星球 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 这个很合理 实际上IG 实际上星界兵都是全民皆兵 实际上帝国都是在为战争 而且以前其实IG有一些很有名的女性兵团存在过 对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合理 也算是合理 有些女性 哎就想起那个迷失在亚空间的阿尔法那集了 或许还有那个专门的 对 以前还有这样的这个组织形是吗 所以说 对 还是有这个空间 曾经当年在阿尔法那时代有一个军队是所抵的兵全是男的 然后上层 对啊 上层的长官全是女性 零能者 而且全都是14到20岁 对 就是很 也算可以理解 对 然后之后这个画面很快的进入到 就是其中一个IG就是 就变成了炮灰 对 然后就是互相点点头 下定决心 然后冲出掩体 跟敌人对射 然后接着被迎面而来的这个绿光打成了灰烬 是的 这个就是 这算是挺标志的 应该没有第二家有这样的武器了 对 在战锤是绝对是这样 不过这个绿光从历史的这个 就是文艺作品来说 就是被绿光打成灰 还是非常复古 是的 挺复古的 因为本身这个战锤抄一抄去 因为本身这个战锤借鉴很多元素 它的这个太空死灵 本身就是 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杂柔 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高斯 高斯步枪 就是这个太空死灵 标志性的武器 但是在整个战锤里面 把这个绿色光束作为死灵的一个代表 或者说整个这种绿色的能量 可能都是死灵的 亮绿色 都是死灵的代表 别的种族可能都就是不用这种颜色 是的 这也算是一个视觉上的 以很好的区分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亮了一下 说有死灵 这个我印象中 这个CG刚开场 还没有特别多的死灵的这个戏份 然后马上就是这个绝望之中 然后亮了这个片子里的第三个阵营 阵营 对就是战斗兄 这个战斗兄 我印象中 作为我这种普通的爱好者 第一次关注还是那个灵魂风暴 这个游戏 就是作为一个阵营 加入到游戏里的很多人 是 否则这个阵营 我印象中在之前很多版本的战锤中 它特别的编文化 因为毕竟GW是一个卖模型的公司 然后兄女确实 它做模型的时候比较尴尬 可能尴尬 而且可能它确实和一段时间 就是用户的需求所不相符 用户 就说白了 大家还是喜欢星星战士 星星战士卖的太多 真的 那我肯定会先做我 就是包括到现在 GW都是会先去优先做那些 它卖的好的东西 像星星战士不断的 这个就是有一个版本更新 都会出个什么星星战士副官 或者星星战士单独一造型的人物 然后很多的那种大的版本的外星人种族更新 包括在八版 八版大家觉得已经算是更新的比较频繁了 在八版里头像一些艾达什么的更新 它可能更新完了之后就给你出一盒模型 一个人物 就作为混沌 我都觉得他们挺惨的 还有像骷髅这种 整个八版只更新了一个模型 我们要说一下太空死灵重新看起来是往故事舞台的中心去靠 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发生 所以说她的修女 为什么之前就是说特别变远化 就是可能根据她的模型的销量 或者说公司对模型预期都不一样 所以修女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更新 直到去年才更了一个大版本 那样去年更新那个版本之前 修女很多模型可能都十二三年的历史吧 非常老 还是金属的 是 就是修女的上个版本模型都是金属的 你就想吧 其他种族再往 骷髅还是缩掉的 是 最早的一批 所以说修女算是 也算是时隔很多年站到了这个舞台上 而且修女是很多大家强烈 希望能处的 不断的在说修女更新 然后这里真的就亮了一个修女 算是最经典的造型了 甚至把头盔也包含进去 很多可能说二次双作比较多的时候 说修女你看不到头盔到底啥样 对一般都不穿衣服 你别这样 一般都不戴头盔 然后 是的 你看他特殊肩颈甲 然后也是说到修女不是改造的战士 他们就是一种 修女是 就没有 也就会有一些改造 但是没有 就修女战士那种 对比较少了 那么强化改造 因为一般你穿动力甲 你都得去做改造 他的盔甲 不属于这种需要高改造的这样防护 然后就是说这里也说 反正是可以穿的上动力甲 而且反正其实也可以穿中间褥甲 只不过就没有那么好用 你没有黑色甲壳 对没有黑色甲壳 然后他一般还需要那种辅助的框架 去帮你撑起来 当然 而且中间褥甲不是谁都能穿 一般是什么上官级别才能去调配 然后战斗修女的话 是一个叫什么 过去翻译很逗 叫我们的殉道女士修会 现在一般觉得太绕 就叫殉道女士修会 是一个他们的首领 初代首领 然后在一次邪教的谋杀之中 身亡 然后很感动他们的这些人 就是他们的后来的这些修女 然后就把修会改名了 我们之前经常会讲 战锤的人类阵营有非常强的 中世纪的一神教属性 修女算是极端的宗教设计 对 就是完全的修会 完全的战斗修会 然后他们修女基本都是从战争孤儿中 就是一般是叫中四学校 就是专门去培养战争孤儿 把他们培养成士兵 士女 政委 对 包括唯一的 是唯一 应该是唯一的 不知道这么说 怎么准确 就是游戏中展现 这个修女阵营的灵魂风暴 这一座 战争灵魂风暴 这座修女的特殊机制 就是信仰奥本身 就是可以生信仰 无论何时都是 就是修女的信仰 都是他们的游戏的机制 对 就是说修女的信仰 是一个能 真的让子弹打片 真的生效的 真的让子弹打片 真的让他们生成护盾 真的让他们的子弹 能打中敌 然后真的能让他们 一枪把敌人手顶爆头的 那种力量 包括他们的修女故事里 有这种复生的 复生 然后圣女 他们有圣人 然后会复生 身上散发能量 就像皇帝赐福的这种 没错 皇帝赐福的 魔王子一样 战争灵魂 我们之前中述的时候 简单的提过 也提到过 他有一些 就很有意思的 就是整个建立过程中的典故 对 比如说他不允许武装 男人 对 武装 武装 就对这样 包括他中间 涉及到帝国国教期间的 政治角逐 对 包括等等 反正简单来说 兄弟就是一个帝国国教通过尊控的 然后建立起的司军 建起来专门国教用的军队 而在40K这个阶段 他的执行对象 其实以异端为 他的敌人 可能以异端 因为国教打手 主要是国教的 主要是宗教力量 宗教武装力量的典型 对 然后之后 CG就是 其实理论上 兄弟不应该跟骷髅打 不太容易打到两块 究竟为什么 我们往后看 往后看 对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爆弹枪射击的 对 官方在播完这个片之后 他们特地说了 说我们最开心的一点 就是说能把爆弹 打出去一个弹头 打中敌人 然后在敌人身上爆 这个效果 给做出 说到它的本质是那种火箭弹 对 就高爆弹 应该是爆弹枪 就是打出一个大口径子弹 打到别人身上之后 它是能爆炸的 能爆炸 对 官方好好的做出来 之前星期战是 阿斯塔特的 同伦电影里 也有一定的表现 就是在命中之后 极大的爆开 这样的属性 然后再往后 就是说 我们就能看到 太空死灵的单位了 举着高斯枪射击的 这就是最基础 太空死灵的亡灵 就是死灵武士 这个Nikon Warrior 就是最基础的 其实就相当等于说 奇幻电影里面的 骷髅兵的存在 骷髅兵 它就有点梗 这个骷髅兵 对 但实际上 因为太空死灵 可能是 好好说 可能是40K 目前可用种族里的 强度上下了 这个在设定上 就是你是很难形容 它有什么玩意 比它还更强一点 虽然说各个 就是规则里头背景 都会把自己 吹得非常强 但是太空死灵 确实 它会有些东西 就是强大到 你听就离谱 它有很多东西 是超过 就是这个 这个三维世界的 这种东西 是的 而且它是 它是相当于 目前最直接跟 上古天堂之战 直接相关的种族了 算是 虽然杨格义上说 很多种族 什么的都还 都是 都跟它有关 但是就是 它应该说是 贯穿始终 很多种族都是 就是天堂之战 产生了之后 然后它又自己 已经发展 余波 或者说在这过程中 参与进来的 太空死灵 是从前到后 就是直接参与了 当时的天堂之战 然后他们沉睡 然后每次唤醒的时候 都会杀戮 他们这些事情 它是 就是太空死灵 它最开始是 我觉得它设计上 肯定是 最早是来自于终结者 因为它的武士造型 特别中学者 特别中学者 不管是 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 官方在出了 这个视频之后 因为武士这模型 有可能是七八年了 但是它竟然是个塑料的 而且它竟然在模型上 有透明的件 是的 它那武器 后来新的 最新更新的 终于把透明件 透明件也去了 然后也是播了 这视频之后 就推出了一个新的 太空武士的模型的造型 基本没有变化 是的 所以这也挺神奇的 然后它绝对是 思路来自于终结者 就是来自于量产终结者 然后它想弄一个 这种中世纪的 就是最早 它想弄一中世纪奇幻的 那种亡灵军队 一个首领 带着很多的骷髅兵 对 但是在40K里 你要有 然后对 在40K里面 把这些骷髅兵 变成了终结者 那一个超级终结者 带着一群终结者 去跟人打 非常猛 太酷了 是的 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 一般都是这种手提式的 巨大的能量武器 我们说的高斯武器 高斯是说 能发射光速 把人从离子层面 去打成灰 是的 就听着特别厉害 没错 然后之后就开始 其实CG在这个阶段 就开始展现了 很多的太空死灵的单位 包括被击倒的太空死灵 还是兼顾 骷髅兵和终结者的一个属性 打倒之后还在动 对 还爬过 因为太空死灵 它机制上 不管游戏还是什么 都是有复活 就跟骷髅兵一样 其实中央者 它也有这个方面 中央者里头 也有断了半截爬 对您是不太了解 战垂世界观的朋友 可以说一下 太空死灵 在很早很早很早之前 他们的故事里 他们就是一个短命的种族 那我稍微讲一下 太空死灵 它背景 太空死灵最早 它是一个被称为 巨王者的种族 它生活在 充满了辐射和太阳风暴的一个世界 而且它的这种 为什么叫巨王者 就是害怕死亡 它因为整个充满这种恶劣的环境 导致它们的人特别短受 然后也因为如此 它们就特别害怕死亡 甚至说在它们的科技特别发达 然后去 像星流之外去发展 然后控制了银河 大半个银河的时候 它都 这种文化都在它的 就是文化里面去根植蒂固 然后它们 想与死亡对抗 想与死亡对抗 所以它们一直在追求这种 永生不求的方法 它们同时 这个也有这个原因 导致它们内部进行分裂 就是分裂战争 它们想解决这个分裂的这个问题 就去攻击这个古胜 然后当然打不过 当然是打不过 就是不但分裂没解决 而且情况更糟了 族都被灭了 有灭族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它们发现另外一股 叫星神的势力 星神也是 本来就跟古圣 古圣去对抗的势力 星神里面有一个星神 找到它们 然后跟它们说 可以给你们 有生的力量 不朽的力量 而且白给 说这是我们 应尽盟友之仪 是吧 送点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星神叫欺诈者 但是当时 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吉尔加丹是 这个什么人 对吧 这个欺诈者 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是的 所以他们当时的首领 就是激进之王 就允诺了 结果发现 哪怕当时他们的 就是议会里面的 预言家去告诉他 有可能有风险 有诈 但是他还是 就是没有抵抗住 这个诱惑 最后结果导致 他们所有的人 通过这个 其他者给他们的方式 竟成了一次转变 传逐从肉体 转成了这种机器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肉体的 这个生命物质 被星神吸收了 他们的 就是灵魂被摧毁了 是的 没有思想 应该说是 就是普通人的 灵魂被摧毁 只有这个 保留了几个 这些高层的 这个灵魂吧 或者说他的性格 还摧毁 因为我不太清楚 他算是灵魂被摧毁 还是说 现在的这个人格 只是一个 反正他以一种 很黑色幽默的方式 很讽刺的方式 获得了不朽 然后失去了 最文明的 对 然后就是 不管怎么着以后 也没法发展了 文明了 他没有灵魂 他只能是这样 对 这个星神 因为吸收了 这些所有的 巨王者的生物质 也变得 就是非常强大 最后在和 古生的战争中 古生也是 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自己造的 这个混沌 这个 出了事 出事了 然后有这个外界 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不敌 包括这个 太空死灵 这个时候 包括死灵和 成为了非常强大的 军队 战争机器 对 然后这个 就击败了古生 但是呢 这时候 这个寂静之王 就是 许诺 就是去 接受意见 接受契约的这个人 这个 也趁机返水 找到一个 星神大义的时候 取得胜利的时候 以为自己赢的时候 就最大义的时候 把这个星神都打碎了 变成碎片 这个设定我印象中 好像是相对比较近的 这个设定是很新的 太空死灵五版的设定 应该是五六年之前 有一次非常有争议的 太空死灵的修改 在这个版本之前 太空死灵 是一个完全没有思维 被星神 很素的一个 控制的种族 对 他们 他会沉睡 然后苏醒 然后屠杀 献祭 然后再沉睡 然后他们的首领是星神 然后星神碎片 当时不叫星神碎片 就星神化身 对 然后所有的他们的 不管是他们的这种霸主 就是他们的领导 就是军队的那个领导人 还是他们的这个武士 全都是星神的控制的傀儡 但是呢 在到五版之后 这个 G大夫做了一个 很大胆的决定 就是说 让 翻唇奴奴把歌唱 让太空死灵 把星神给干掉了 甚至成为了 上午那场战争的 最终会 可以算是最终会 最终胜利 对 把星神干掉 而且还把星神碎片 全都想办法 一一抓起来 但是也有 没有发现了 有就是 失落或者逃跑 抓起来为自己所用 然后 在这过程中 这个等于说 算完全胜利 而且不再受星神的奴役 寂静之王呢 做了这件事之后 他认为自己 对自己的种族 就是 有交代 有交代 而且觉得自己是 罪人吧 就算自己做的 过去不太对嘛 然后他就 非向灵河之外 而且在此之前 他摧毁了 这个 一个协议 之前 转化的时候 星神还给他 一个协议 让他拿着这个协议 能绝对控制所有人 因为之前 他们也有一个 分裂的问题 现在寂静之王 是拿着这个协议 所有人都完全 中意 他就是太空死灵 制高王 然后他把这个 离开之前 把这协议给摧毁了 算完全还人民自由 这种感觉 这是个挺 当时看来非常大胆 非常富有争议的 一个修改 一个修改 对 然后 在这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 首先星神是被干掉了 变成了碎片 其次 当然可能有些隐藏的 或者什么 其次是让太空死灵的人物 让太空死灵出现了 特殊角色这个概念 之前所有的东西 都只是一个机器 它没有必要出现 没有性格 但是在五版的时候 这次改变之后 不但把轻身推翻 而且 它有了特殊人物 出现了很多不同 王朝的特殊人物 然后这些特殊人物 都有特别鲜明的性格 虽然说这些性格 不一定是 它的灵魂产生的 它有可能是某种 它的思维逻辑 因为太空死灵是机械 有可能它是某种 奇怪的思维逻辑 但是它确实很让人 印象深刻 比方说 那个戈特舰队 对 戈特舰队里面有一个 出来的死灵 那个霸主 在卡电之战的时候 出来的 那个人就特别有意思 那个人就说 他特化我 就跟死士似的 就喜欢说 最大的特点是 他喜欢收集手办 然后玩家都喜欢 把他叫手办王 冻结一些单位 对 就把自己喜欢单位冻结了 然后码到自己收藏室里 是的 我们接着说 CG就是出现了新单位 应该是个巨型的四组的 三组 它有一个三组 对 大型的 一个三组死灵肉搏单位 拿着一个西塔相位剑 相位剑 相位武器 对 是一个据说是能划开空间 然后直接避开盔甲 去切割对方肉体的东西 接触盔甲的时候 进入到 它避开空间 然后再穿过这个空间之后 它显形 对 听起来 牛逼爆炸 牛逼爆炸 然后另外 有一个值得提的是 前面 这个修女的登场 也特别有气势 是因为形成一个反差 就是前面 那个IG 还得躲在掩体里面 然后下定决心 出去送死 然后修女就直接大踏步的走过来 根本不畏惧前面的射击 是的 虽然说穿着动力甲 是的 然后 信仰的力量 这一刀 这个搏斗中 这个修女的盔甲 被 头盔被切开了 然后露出这个修女的脸 对 很出人意料的 没有特别 老是吧 对 没有特别难看 因为毕竟修女旧模型的脸形 有点 嗯 修女的脸 这个问题 就是修女模型上的脸 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都是玩家的一个 就是痛点 是的 就是官方 过去修女的脸 它可能是因为 年代 或者说因为它的技术力 功利等等 对 所以一直都特别丑 嗯 然后现在新更新的修女的脸 关键它还是很丑 就是说 在新版之后 虽然中国有很多 呃 就是AOS吧 有很多这种暗精 嗯 什么的 这样的 暗精目睛 它的女性的脸很好看 嗯 但是呢 在修女这块 它脸还是非常的老 而且比较 就是更像男男性化一点 不过CGB这个还挺这个出人意料的 因为它是那种 它确实符合它设定中这种 一个坚毅的 演修的坚毅的女性战士的形象 同时又 其实在审美上 又有一种这种力量之美 是的 因为它确实没有必要做的 就是很很纤细 因为它这个是 这个CGB绝对就是给大众看的 所以它必须得 它传达的这种形象 其实非常不错 对 给人感觉非常好 其实就是一种广告欺诈 是 希望它以后 其实就是说白了 这个修女玩家 这个 就是修女的模型的 新马尔模型的脸 其实确实还是很丑 很大麻 甚至好多都直接就是一个老太太的脸 但实际上 就不知道 明明官方可以做好看脸 但是偏不 反正他看看了 9版之后更新 会什么样 因为这个修女的更新 停滞了很长时间 修女是去年 对 就是他勉强 感觉不一定新版会有更新 感觉可能只是 就是这个CGB出来之后 就只是把新的去推一推 这种感觉 有可能是 然后之后就是他这个修女 被这个高速步枪击中 其实之前一直觉得高速步枪击中人 就打中就会化成灰 然后这个修女就扛住了 扛住了 然后一直手伤了 然后进到圣殿里面 对 然后这个进入圣殿里 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我们刚才说过的修女 这个祈祷的力量 信仰是切实生效的 然后他治愈了这个高速步枪的 这个影响的 对 高速步枪那个 说是灼伤 其实并不特别准确 他应该是 就是打中之后 然后会让你的那个分子 慢慢开始凋零 他那个造伤的方式 就是在设定上是那种 直接摧毁你的分子结构 对 其实有点像那个 就灭霸相指 指握就没有那么快 你可能 我感觉他可能表现的是 就是打中之后 他没有直接正中要害 就是没有直接一直命中的话 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去慢慢化灰 他甚至是那个 我今天想中在设定里 高速枪命中之后 是会扩散的 他那个分子的崩溃 对 我就是这意思 他其实是完全崩溃的 对 他就等于说还没有慢慢扩散开 然后他用信仰的祈祷 把这个给终止 所以比较神奇 然后之后就是 这个兄女在教堂之中 这非常战锤的一个形象 然后 高速动力剑和敌人 对 这块可能就说 为什么会有兄女打骷髅 因为看他那个教堂上的彩花 应该是一个兄女的教堂 基地算是 相当于对于兄女来说 是一个防御性的战争 就肯定是兄女的一个世界 他所在的助手的地方被打了 因为彩花上画的像是一个圣人 圣人像 去打一个恶魔的样子 然后如果是星期战士的话 上面一定是一个星期战士 去打恶魔 包括我接触的一些故事里 兄女其实不太算是这个矛头 或者是主动进攻性的部队 对 他有很多这个接入冲突的方式 是这个防御性质的 或者是这个铲除异端 才会出动的这样的手 对 一般你想教会要是打什么东西 肯定 一般是这个原因 对 然后这个里还有个挺好的细节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实体的动力舰 生效的方式 对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 动力舰的生效方式 包括之前继军讲 不太直观 他说是一种立场武器 对 这里你也看到他这个 拿这个动力舰抵挡 这个是 他的相位舰的时候 他这个 他其实就有点像 按一开关 然后武器抚摸 对 火了一层电 就这种感觉 其实确实是这样 他就是 按了开关之后 开始生成那个立场 所以看着像 就是闪电斧了一层膜 是的 然后去抵挡 然后反正这个 相对舰也 没错 你切不掉立场 是 没法穿立场 然后这里 对 这个CG里就相当于不敌 明显是明显不敌 因为兄女是 兄女是凡人 凡人军队 对 算是凡人 然后他 这个骷髅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按这个大小来说 肯定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也得对标星期战士中间惹食的各个东西 没喝 然后之后就是登场了 真正的主角 真正的战锤世界主角 就是这个星期战士 就是背后这个用链锯剑杀死了这个太空死灵的这个大型单位 然后这个是 你能看到是可能是Game Workshop近多年来最重点宣传的新概念了 就是这个援助星期战士 PSM 这个PSM我们在这期节目这闲聊节目也不多说了 因为以前我们有大量的节目 但是有一个事 就是有人去对比这个新初的PSM的模型和这个老PSM模型 发现好像新初的PSM模型又比老的缩了一点 又缩了一点 就是比例又矮了一点 就是感觉上 又往回涨了一点 对就感觉上老PSM好像是一个特别久头身那种 对特修长 和那个Ti 就是和过去的SM比 对 差别特别大 但是这回好像又往老的去靠靠 感觉有一种 对 马上要替代替代老的那个意思 对 因为希盟对这个PSM的比例非常不满意 他觉得新的不满意 对太现代化审美了 但实际上他在作为模型上看起来比例是协调特别多的 是 那肯定 是的 包括这个 但是其实老就是星期战士 混沌那个星期战士也更新了 就是普通的混沌星期战士 其实他也挺 他也跟那个 他也拉长了 拉长了 那个比例 是的 他也搭了一点 没有那么蹲似的 对 然后就相当于给了个 比例肯定会更好看 这里给了个特写 CG里 非常漂亮 你能看到 就是援助星期战士在审美上 就确实很靠近 更靠近 更现代化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是这里面的援助星期战士和老 就是保留了老星期战士的味道 是的 感觉虽然说盔甲什么 你一看就知道是援助 但是感觉什么的比例 确实挺像老星期战士 是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是他使用了 那个 炼锯件 对 使用炼锯件也是 炼锯件和爆弹 其实是星期战士的标志 什么的武器 但是PSM 对 但是在更新PSM的时候 普通PS配置的都是枪 都是枪 这个事儿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模型设计有关 因为你想一个模型 它就两只手 然后它怎么能又带 又展现出炼锯 又展现出爆弹 又把手枪 而且包括 因为我有这个爱影之盲 那个包 我觉得那个包 也奠定了 就是PSM早期的设定 确实很战术 所以就特强调这个射击 对 的感觉 它那个射击动作都特别 战术 是的 对 这次相当于这个炼锯件 回到了这个援助星期战士 给加回到了就是援助星期战 是的 然后 其实这也还是模型上的一个事儿 就是你想原来 如果要是说这人 你真的去做一个模型 他什么武器都带 他得手里拿个爆弹 然后腰里弄个链锯件 然后在做PSM的时候 他就只拿这个爆弹了 然后这回做法就是说 他做一个链锯件出来 但是这回这个链锯件单位 他只能拿链锯件和手枪 他不能拿爆弹 然后拿爆弹是另一盒模型 大家可以翻一翻 就是之前已经出过的PSM 就是他说了 他整个造型很战术很现代 所以他可能在当时还有点规避这种 就是中世纪的 或者说这种太空玄幻风格 有点规避这个感觉 这次把它加回来之后 其实你也能看到他这个合理化的造型 有一些这样的设计 要做的是一个这种更去定位他的IP的感觉 是的 然后在CG里这个明显能看到 这是这个极限战士的配色 对 极限战士配色 然后能看到它是这个红色头盔 红色头盔 是关 就是小队是关 然后肩甲上那个交叉箭头 是就是肉搏支援的单位 肉搏支援小队 是的 然后肩甲金色边框应该是二连 就是极限战士二连 然后极限战士的话 二连连长西哈刘斯 是就是过去黑侠 那个包 就是过去很长时间很主要的一个特殊人物 就是极限战士的人物 对 因为极限战士那个卡尔加 就是他的总团长 是他的代表性人物 但是呢 他可能指挥 或者说他统观教度全局更多 所以在战场上 在战场出现少 然后卡尔加可能是很 不是 那个阿卡留斯 西哈留斯可能是很多时候去带兵打仗的 是的 所以出场就是比较多 这时候又把二连这个事给说出来 就不知道是不是 要铺链什么 对 因为西哈留斯也一直没有屁话 就是就是星际战士 他好多过去的老人物都出新模型 然后把原来的就是星际战士变成 援助的 援助星际战士 其实就是 换一波 其实换一波模型 这个造型有一个很突出 是他的右边 有一个盾 有一个盾形 而明显是 这个盾还是之前没有 没有见过 没有用到过的一个设计 而且这个 好像说这个 这个盾上的这个标是说 有讲究 有讲究 说好像说是为纪念什么 那个死亡的队友的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树一个箭中的骷髅 所以说很有意思 还不清楚 他具体的这个设计 因为之前 就这个盾这个标实际上也是一个老星际战士有的 这是个旧设计 对 就是老中学者经常会有这个 会有 他是一个就是代表荣誉啊什么的这种一个东西 但是援助是没有的 是 就是说可能时间又往后推进了很久 然后他的就是就是援助星际战士也到了 需要纪念一波老援助星际战士死亡 然后所以弄出这个标志的这个 就可能是说这些星际战士是就是过去星际战士死亡后 剩下的这些精英组成的这种感觉 有可能这个感觉 可能是这个意思 之后的画面就是出现了一个 大盾哥 对 这个神奇从来没有过的造型 巨盾 长剑 长动力剑 然后应该是连掌 应该是连掌 他背后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圈带骷髅 那铁光环一般都是给这个连掌使用的 而且这个看精细程度就觉得应该是个连掌 确实 之前有拿盾的这个星际战士造型 是那个卡尔加的荣誉卫队 有那个拿盾拿近战武器的 是老的这个就是也算是比较经典的 比较经典 但是上桌没什么用的模型 但是玩家比较喜欢都会买 那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这个算是就是也算是那个模型的一次繁星 算把它强化了 还有可能九版会会详述一下 还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不知道他那个盾上那个骨头是有什么讲究 是 反正非常帅 棋子也非常帅 如果说是按照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就是胸前的那个小盾牌 是表示可能是青春者 是纪念过去的亡固的战友的话 可能这个大盾上的骷髅也是什么过去的连长的遗骸或者什么的这种 有可能 或者或者 然后至少这个新单位很可能会对这个编制什么的会有一些影响 很有可能 因为整个这些星星战士都是一个就是近战的这种造型 之前全都是射击造型 然后就接下来就是一个就是片子也算快结束了 对 就是一个大战 大战 之前的那种状态 对面太空死灵也是展示一下 死灵军 和他们 对 和那个前面所说就是死灵大军 好多忙忙多的这种武士 然后还有那个虫子 小生亚虫 小生亚虫是就是太空死灵的一种技术单位吧 就是他们专门去呃有太空死灵里面的技师来负责 就是太空死灵里面的技术人员 然后控制这些可以用来维修自己的载具 然后维修自己的士兵 是的 然后来破坏对方的武器 然后就是比方爬到对方的载具上可能会去破坏 对 然后甚至过去还有那种就是开空死灵和神器能给对方洗脑 拿这个 那个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在游戏里 这个战争黎明里 他也是这个太空死灵的农民单位 嗯 建筑单位 对 反正技术单位 反正第一次见这个的朋友 也能看出来太空死灵的整体设计 挺有这个埃及的 埃及的 国埃及风格 对 他的 因为太空死灵都说是 就是在寂静王离开之后嘛 寂静王让太空死灵陷入沉睡 然后让他们在若干年后再苏醒 说到时候会回归 然后到时候再重新夺回他们的银河 嗯 所以他们都会沉睡到金字塔的这种墓穴里 他们本身的这个墓穴也都像 很爱及的金字塔那种 只不过是黑色上面冒绿色的这种能量的 是的 然后最后一个画面就是这个 一个巨大的 对 先是一通乱打 然后最后出来一个巨大的 这个 这个太空死灵的 也是不知道是什么的新单位 是的 然后杀死了几个修女 这个模型国上也公布了 但没说叫啥 对 没说叫啥 看上去像是一个单独的肉搏的人物 就是一个连长级别的那种 因为感觉位置啊 什么的 就是 就是 图上的这个 放的地方 像是和对方的连长去对应的位置 是的 而且单独一个感觉像是这种 一个单独的肉搏单位了 是的 反正 这个看完之后还 我觉得这个片子有一点挺厉害的 就是不接触战水的朋友会觉得 至少场面是非常精彩 对 至少就是一个CG 是的 非常好看 所以就是特别适合放什么CG混减 而且它的造型 每一个造型其实特别清晰的传达出 战水比较代表性又很毒涩的 对 那种质感 对 而且每个造型都能传达出 它自己所代表的那个氛围和意义 是的 然后同时其实对于战船爱好者来说 它里面细节其实也是够的 绝对够的 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就在讨论 当时片子放出来之后 我这边取了以后 或者干了很多人讨论 也说了这个太空死灵的配色 是这个 对 是那个激进王的 旺朝的配色 然后这个激进王 如果他的激进王这个故事推进 说明可能大事 因为在这个片之前 出了一个小的短片 然后那个短片就是像IGB画一样 然后带着去看过去 然后那IGB画上画的全都是太空死灵的单位 然后说 就是说什么 好像一个远古邪恶要回归这样 然后从剧情上来说 就是正好可以讲一下八版到现在的剧情 马上要九版了 八版到现在剧情其实比较水 出了很多很多本剧情的扩展书 但是剧情基本上没有太多的 就是说白了就几句话 能概括的了 不太跌宕 简单来说 就是开始打了一个警戒星 我们之前讲过 但是其实很热闹 就是各方势力都在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大家一块狂欢一下 没什么东西 因为混沌一向都是 我这边没打赢 但是其实我的战略上 这种没什么意思 太神的疲劳 作为混沌 我都不想听 它比较主要是后期 一个叫灵灵觉醒的事件 灵灵觉醒是 马格诺斯 就千子的原体 他想通过一系列的仪式 让整个银河里面的人 全都具有灵能的力量 然后以此来改变银河的一种状况 然后同时他建立起这种 非常理想的能供灵能者们 去学习研究安全生活的环境 然后他就会向人许诺 这么样一个完美的地方 就算你是灵能者和变异者 我也可以接受你 这是完美的城市 然后让你来这块生活 他想做这么一个事 所以说整个银河的世界 就是银河范围内 很多的这种 不管是IG小兵 还是普通人 还是星星战士 都会有觉醒出灵能的迹象 但是这个事 肯定会大幅度的影响 混沌的活跃 可能混沌会开始 就是占据优势 然后这个等于正好是 骷髅所不愿意 就是太空死灵所不愿意看见 太空死灵也是 对抗混沌的重要势力 反对灵能 感觉上激进王可能 就是要回来去解决这事 以及可能激进王回来 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来去对抗混沌 但是这些事情 肯定会对帝国 对其他种族有很大影响 他是不会去想的 会影响很多 其他种族的这种生活生存 所以就引发了这种矛盾 因为太空死灵有很多东西 是隐藏在 就沉睡在某星球内部 也不知道 然后星球上的人 可能安居乐业 也不知道底下有什么鬼东西 一醒就 一醒就完蛋 灭灵之灾 对 反正 这么一看 其实这个片子 推出来之后 让大家对整个9版的更新 还挺期待 应该就是 太空死灵 发生了这个事 回来之后 有大事 可能有心灾 跟所有人去打了 所以就很有意思 这个片子整体上 也很好看 然后信心量也很足 希望能吸引一波 朋友参与到战锤的 战锤世界中来 包括现在的这种 我感觉入手难度 也没有以前那么难的 不太难 现在又有官方的店 然后也在慢慢的进行中文化 是的 然后它其实像 比方说新发的 这个对战包 就是太空死灵 和这个星期战 是这个 理论上一般像这种 对战包 那么多模型 一个现在官方定件 一般都是105磅 就和国内官店是 1050吧 当然一般都是两个人一块买 就没人500多块钱 或者400多块钱 有的时候折扣 然后也足够你去 跟朋友玩了 是的 能玩起来 要不然就是涂模型 现在的涂装 包括官方教程 然后买这些漆 笔什么的 官方也是在极力的去 降低大家入门口 然后它的 新出的对比漆 就是很神奇 这么沉淀 能直接产生效果 对 说是什么5分钟 就能涂出一个星期战士 因为确实那个东西 你涂完之后 它就是涂 别的漆 是涂得涂好几层 是的 然后你得做阴影 你得做什么高光 做细节 你得有美术的这种功力 感觉特复杂 然后对比漆 其实就是它最好的一点 就是图案一层 它高光阴影 全都出来 它是那么一种 就是有点稀 然后又 表面的那种结构 然后一通过沉淀 就自然形成了 对 那种挺神奇的一个漆 而且现在很多这种对战包 它官方推的对战包 都是减版 就是细节一点都不少 但是你拼起来难度特别少 可能这模型就分三四块 你就能拼起来 对 而且整个也感觉 DW可能思路活泽了一些 希望它以后战锤的这些内容 可能会有些更友好 更亲切 或者更直观的内容 反正CG也做了 感觉这种特别利于快速传播 到处在国外抖音上发的这种东西 肯定不能仅限于这儿 肯定还得来搞点别的什么东西 我们就拭目以待 这个酒版后续的规则 和这些更新 更新有什么故事 我们这期就是简单随便聊聊 想到哪是哪 给大家带领的 带着大家捋了一遍CG 然后以后有什么别的话题 我们再聊 好吧 谢谢猫木来 我们以后再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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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